这样的记得你肯定没有见过吧 没想到他不用道具也能直接扮成女人 圣诞节这天快斗一群人去参加滑雪活动 一听到有男女混浴的温泉 快斗就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不久后一群人抵达了滑雪场 快斗刚把装备带上就被突如其来的青子脸撞倒 这把他脸记得好声说架了一番对方 一旁的红子看到两人总是搭在一起 心里很不适滋味 这次说什么也不会让他们分组在一起 他是果三就找到了青子这里 调整他这水平和配不上快斗 还说自己喜欢快斗 只有自己这样的能力才能与直相配 然后红子又找到了快斗这里 还一个劲的调剃着对方对自己也有意思之类的 记得则是一脸无奈的在一旁听着 看快斗这番无动于衷的样子 干脆就把王毅上弓 以为是自己的魔法没有施加成功 快斗在一番折腾下也被逼无奈答应了和他一组 无语的他一个人来到温泉泡澡 恰好有几个女生也来到了这边 定睛一看不就是青子他们吗 快斗当场就给看待 青子他们注意到了似乎有什么人在附近 快斗则只有临时弄了一个双马尾 然后用女生的腔调来和他们对话 这竟然还真的蒙混过去 在泡澡的时候听到了青子一直在为自己说好话 一时间内心多少有些触动 没想到青子暗地里还是很在乎和自己的相处 虽然青子表面上无所谓自己和谁组队 但内心还是很期待和快斗一起滑雪 而快斗这边则是也想到了应对之策 很快就来到了夜里的滑雪活动 众多小组都已经完成自己的表演 红子这边也带着快斗的玩偶准备表演 他是曾经在这快乐的滑雪中无法自拔 然而扑通一声摔在了雪地上 起身一看才发现是小胖装在这个玩偶里 对方一脸痴情地看着自己 多数还把自己给看得脸红了起来 最终两人还是原本地完成了滑雪表演 此时另一边的青子则是孤苦伶仃地站在原地 心情很失落地想着为什么快斗不邀请自己 就在一阵痛骂声中 继德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他走到金子的身旁还在调整着队友没来的事情 不过这么近看到继德的青子 发现和快斗几乎一模一样 以为是快斗特意假扮的继德来这里 只见对方拿出一块幕布 清特间就为自己换上了一身级白的婚纱 紧急着一排路灯也从雪地里亮起 两人就在这愉快的氛围里滑了起来 即使不太会的青子顿时也冷静了许多 就算不小心有失误也被继德及时化解 接着一个华丽的空中360度翻转 拿下了全场最高的呼声 最终也凭借这样的成绩拿到了活动的第一名 快斗抱着亲子沉浸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他也算是把自己当成奇德